全能神话语朗诵 关于追求真理 什么是追求真理? 十三 对于国家新王这件事情 到底神是怎么看的? 人应该怎样正确地看待这件事情? 这是不是人应该明白的? 人应该明白的 就是人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 看待这件事情 才能摆脱国家新王匹夫有责 这种思想对人的侵蚀影响 先来看看国家新王这件事情 是不是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种势力 任何一个族群能够左右的 国家的新王是由谁来决定的? 由神决定的 对了 这个根源得看明白 一个国家的新王 是与神的主宿主宰息息相关的 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任何一种势力 任何一种思想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国家的命运包括什么 国家的兴盛衰亡 国家是发达还是落后 国家所占据的地理位置在哪里 国家所包括的疆域领土有多大 领土内所有的资源 地上的地下的空中的资源有多少 还有国家的统治者是谁 统治集团都是哪类人 统治者的政治纲领 统治方式是什么 他们是否承认神顺服神 以及他们对待神的态度 等等这些都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新王 这些都不是由哪个人决定的 更不是任何一种势力能决定的 任何一个人说了不算 任何一种势力说了也不算 撒旦说了也不算 那是由谁说了算 只有神说了算 人类不明白这些事 撒旦也不明白这些事 但撒旦不服气 他总要掌管人类 霸占人类 所以他就总用一些具有煽动性迷惑性的思想言论 来鼓吹什么德行 社会风气 让人接受这些思想 利用人为统治者服务 维护统治者的统治 但事实上 无论撒旦怎么做 一个国家的新王与撒旦没有关系 与这些传统文化思想传播的力度 深度广度也没有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 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生存状态存在形式 它是贫穷还是富裕 是落后还是发达 它在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位置如何 都与统治者的统治力度 以及思想家传播这些思想的内容 力度没有任何的关系 国家的新王 只与神的主宰 与神经营整个人类的时期有关系 在什么时期 神需要做什么工作 神要主宰哪件事情 摆布哪件事情 想带领整个社会 有怎样的发展 产生怎样的社会形式 那在这个时期 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人物 发生一些大事特殊的事 比如战争 或者一些国家的国土 被其他国家吞并 或者一种特殊的新兴科技事物的产生 还有整个地球 各大洋 各大洲板块的移动 等等这些都是在神手的主宰安排之下 也可能一个在人看不起眼的人的出现 就会引领整个人类向前迈进一大步 也可能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事件发生之后 人类会有大的迁徙 也可能在一个小事件的迁动之下 整个人类会有一个大的变动 或者是经济 或者是军事 或者是商业 或者是医疗 等等这些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变动 这些变动牵制着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命运 也牵制着任何一个国家的新与衰 所以说 任何一个国家 不管是强大还是弱小 它的命运 它的兴衰 都与神在人类中间的经营有关系 与神的主宰有关系 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归根结底都有神的用意 总之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民族的存亡兴衰 与任何一个种族 任何一种势力 任何一个统治阶层 任何一种统治模式 统治方式 甚至与任何一个个体的人 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只与造物主的主宰有关 也与造物主经营人类的时期 与造物主经营人类 带领人类 要迈向哪一步有关系 所以 神无论怎么做 都牵制着任何一个国家 民族 种族 团体 以及个体的人的命运 从这一点上可以说 任何一个个体的人 种族 民族 国家的命运 其实是相关联的 都是息息相关的 这几者之间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是 这几者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因着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这种思想观点 而产生的 而是因着造物主的主宰 而产生的 正因为这几者的命运 都是在独一真神 造物主的主宰之下 所以 这几者之间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是国家兴亡 这件事情的根源 实质 那对于多数个体的人来说 人应该持有怎样的观点 来对待国家的兴亡 首先 应该看这个国家 对于多数个体的人 满足了多少 保障了多少 如果让多数个体的人 生活得好 有自由 有说话的权利 国家政府所颁布的 一切政策 很有理性 让人感觉公平合理 老百姓的人权 能够得到保障 人的生存权 不被剥夺 人自然 就会把这个国家 当作依靠 就感觉 活在这个国家 是幸福的 就会从心里 喜爱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心亡 匹夫就有责任了 人是发自内心 愿意为这个国家 尽上责任 愿意让这个国家 永久地存在 因为对他的生活有利 对他的一切都有利 如果这个国家 不能保障 老百姓的生活 也不给老百姓 该有的人权 老百姓 都没有言论自由 说点心里话 还被限制 被打压 甚至都不许说话 不许议论 临到受欺负 受侮辱 受迫害时 国家也不管 什么自由都没有 起码的人权 生存权都被剥夺 信神跟随神 还要受到镇压 迫害 使人有加难归 对信神的人 是打死白打死 那这个国家 就是魔鬼的国家 就是撒旦的国家 就不是真正的国家了 那他的心王 匹夫还能有责任吗 人心里已经 厌憎恨恶 这个国家了 即使从理论上 承认有责任 他也不愿意 尽这个责任 如果有强敌 来侵略这个国家 多数人心里 还会巴望这个国家 快点垮台 这样人民才能 过上好日子 所以 国家心王 匹夫是否有责 关键在于 国家政府 是怎样对待 人民群众的 他到底得不得人心 这很关键 主要是根据 这方面来决定 另一方面 从根源上来看 每一个国家 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背后都有一些原因 都有一些促使 这件事情发生的因素 不是哪一个匹夫 哪一个小人物 能够左右得了的 所以 涉及到国家 兴亡的事 那就不是任何一个 个体的人 任何一个族群 能说了算 能有力量干扰得到的 这是不是事实 比如 国家的统治阶层 想扩张疆土 想把邻国 那些好的土地 好的设施 好的资源 都霸占过来 统治阶层 决定了之后 就开始筹备军事力量 筹备钱 筹备各种物资 商议什么时候动手 扩张土地 这些事 平民百姓 有没有权利知道 你连知情权都没有 你只知道 国家这几年 税收增高了 以各种名目 所要的税费增多了 国债增多了 你只有纳税的义务 至于国家 要发生什么事 统治者要做什么事 与你有一点关系吗 到国家决定 要打仗的那一刻 要侵略哪个国家 哪片土地 怎么入侵 这些事 只有统治阶层知道 就连那些 要上战场的士兵 都不知道 他们连知情权都没有 统治着指南 他们就得打哪 至于为什么要打 不知道 打多长时间 不知道 能不能打胜 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回家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有的人 有的人自己的儿女上战场了 他作为父母还不知道呢 甚至儿女死了都不知道 等把骨灰送回来了 他才知道儿女死了 你说 国家的心王 国家要做什么事情 要做什么决定 与你这个匹肤 有关系吗 国家告诉你 这个匹肤了吗 你有参与的权利吗 你连知情权都没有 更别说参与了 不管国家对你来说是什么 这个国家要怎么发展 要走向何方 该怎么统治 跟你有关系吗 跟你没关系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匹肤 这一切的事情 只与统治者有关 都是统治者 统治阶层说了算 是既得利益者说了算 与你一个匹肤 没有丝毫关系 你就应该有点自知之明 不要做不理性的事 没有必要为一个统治者 现身卖命 如果国家的统治者 是独裁专制 是母鬼掌权 不务正业 整天九池肉林 生活奢靡 不为老百姓 办任何事情 国家亏空混乱 统治者腐败无能 导致被外敌入侵了 统治者在这个时候 才想起老百姓 就号召老百姓说 国家兴亡 匹肤有责呀 国家没了 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现在国家有难了 入侵者进来了 为了保护国家 赶紧出来上战场 国家需要你们的 时候到了 你琢磨琢磨 是啊 国家兴亡 匹肤有责 国家好不容易 需要我一回 那我就有这个责任 就应该为保护国家 献上我的性命 我们的国家 不能易主啊 没有这个统治者 我们就完了 这么想是不是愚蠢呢 这些独裁国家的统治者 否认神 抵挡神 还整天吃喝享受 胡作非为 骑在老百姓脖子上 作威作福 坑害百姓 残害人民 对这样的统治者 你还奋不顾身 义无反顾地保护他们 为他们上战场 当炮灰 为他们送死 那就太傻了 就是愚衷了 为什么说太傻了呢 军人上战场 到底是为谁打仗 为谁送命 为谁当炮灰 何况你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 平民百姓上战场 那就是成 匹夫之勇 就是去送死 如果战争临到了 你就应该祷告神 求神保守 能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与反抗 无谓的牺牲 被定义为什么 匹夫之勇 国家自有那些甘愿奉行 国家新王 匹夫有责 这种精神的人 去保护 去为统治者卖命 国家的新王 对他们的利益 对他们的生存 有着极大的影响 国家的事 由他们来管 你是匹夫 你没有力量 保护国家 这些事 与你没有丝毫关系 到底什么样的国家 值得维护 如果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 统治者真为老百姓办事 能保障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这样的国家 才值得人去维护 去保护 老百姓感觉 保护这样的国家 就是保护自己的家 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才会甘心为国家办事 尽责任 如果这个国家 是魔鬼掌权 是撒旦掌权 统治者邪恶 昏庸到一个地步 魔王的气数进了 该下台了 神就兴起 强有力的国家入侵 这就是上天给人的一个信号 告诉人 这任统治者该下台了 他不配拥有这样的权力 不配霸占这片土地 不配让这个国家的人养活他 因为他没有给这个国家的人民 带来任何的福祉 他的统治没有给老百姓 带来任何幸福的生活 任何的福利 他竟折腾老百姓 竟坑害老百姓 竟折磨糟蹋老百姓了 所以这样的统治者就该下台了 就该让位了 如果换成民主制度 换成有德行的人来掌权 这是人心所望 众望所归 这也是顺应天意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你作为一个普通民众 如果总被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这种思想误导 总崇尚追随统治阶级 那你肯定死得快 很容易成为统治阶级的 牺牲品 陪葬品 如果你追求真理 不受撒旦迷惑 还能逃脱撒旦的权势 能把命保留下来 就有希望 看见正面的国家出现 看见圣主明君掌权 看见好的社会制度临到 就能有幸 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这是不是聪明人的选择呀 你别以为凡是入侵的人 就是敌人 就是魔鬼 这就错了 如果总把统治者看得至高无上 不管他做多少坏事 不管他怎样抵挡神 残害信神的人 都把他当成这片土地永远不变的主人 这就大错特错了 你看过去那些封建统治王朝被取缔了 人类生活在各种比较民主的社会制度之下 就相对自由一些 幸福一些 物质生活就比之前富裕的多 人类的眼界 这些见识 还有对各种事物的看法 就比之前先进了 如果人都思想落后 总认为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总要恢复传统 恢复帝王统治 恢复封建制度 那人类能发展到现在吗 能有现在的生活环境吗 肯定不能 所以在国家有难的时候 如果国家法律规定 你必须尽公民的义务 要去服兵役 那你就按照法律规定去服兵役 如果在你服兵役期间需要上战场 那你也应该尽责任 因为这是在法律规定之下 你该做的 你不能触犯法律 你得守法 如果法律没有规定 你就可以自由选择 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承认神 跟随神 敬拜神 有神的祝福 那就应该维护 如果你所在的国家 抵挡神 逼迫神 抓捕 迫害基督徒 这样的国家 就是魔鬼掌权的撒旦国家 一直疯狂抵挡神 已经触犯了神的性情 遭到了神的咒诅 当这样的国家 面临外敌入侵 内忧外患 正是天怒人怨 人神共愤的时候 这不正是神要兴起环境 毁灭这个国家的时候吗 这是神开始做事了 神垂听了人的祷告 为神选民申冤的时候到了 这是好事 这也是好消息 神要毁灭魔鬼撒旦的时候 正是神选民激动万分 奔走相告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为统治阶级卖命了 应该用智慧摆脱统治阶级的挟制 赶紧逃命 保命要紧 有些人说 我逃走了 这是不是当逃兵啊 这是不是自私啊 你也可以不当逃兵 你就守着你的家园 等待入侵者轰炸霸占这块地方 你看看结果如何 其实任何一件国家大事发生的时候 贫民百姓都没有主动选择的权利 任何一个人只能被动地等 被动地看 被动地承受这件事情发生的必然结果 这是不是事实 这就是事实 不管怎么说 逃是明智之举 保护好自己的生命 保护好一家人的安全 这是你的责任 如果所有的匹夫都要为国家的兴亡尽责都死光了 国家只剩下一片土地 这个国家的实质还存在吗 国家就是一个空词了 是吧 在独裁统治者来看 比起他们的野心欲望 他们的侵略 还有他们的任何决断举措 人的命是最不值钱的 但是在神看 人的命是最重要的 就让那些甘愿做独裁统治者的炮灰 甘愿奉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精神的人 去为统治者做贡献 做牺牲吧 跟随神的人 没有这个义务 为撒旦的国家做出任何的牺牲 这话也可以这么说 就让撒旦的孝子贤孙 让跟随撒旦的人 为撒旦的统治 为撒旦的野心欲望 去做出牺牲吧 让他们当炮灰 这就对了 谁让他们有这么大的野心欲望 就喜欢追随统治者 宁死也要效忠魔王 最后成了撒旦的牺牲品 陪葬品 这是罪有应得 任何一个国家入侵另一个国家的时候 或者与另一个国家有一些不平等的交易 最终引起战争的时候 最终受害的都是老百姓 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如果其中一方能够妥协 能够放下野心欲望 放下自己手中的权利 为老百姓的生存着想 有些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这是事实 其实很多战争都是因为统治者坚持自己的统治 不想放下手中的权利 不想失去手中的权利 硬要持守自己的信念 持守自己手中的权利 持守自己的利益而引发的 引发战争之后 受害的是老百姓是匹夫 老百姓在战争期间四处逃散 是最没有能力反抗这一切的 这些统治者为老百姓着想吗 有没有一个统治者说 如果我坚持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理论 就有可能引发战争 这样受害的是老百姓 即使打赢了这片土地 也被武器弹药毁了 人生存的家园被毁了 以后的人生存在这片土地上 就不会有幸福的生活了 为了保护老百姓 我下台 我缴械投降 然后这场战争就避免了 那些被送上战争的家团 被毁了 这不是欺人之谈吗 最终承受这一切恶果的 是老百姓 是老百姓 有些人还觉得 国家新王 匹夫有责 这种思想很正确 现在看正不正确 这话没有一点正确性 不管从撒旦灌输人 这个思想的出发点上来看 还是从整个人类发展史上 各个阶段的统治者的阴谋 欲望 野心上来看 还是从任何涉及国家新王的事实上来看 这些事件的发生 都不是任何一个匹夫 任何一个个体的人 或者族群所能左右的 最终受害的是不知情的老百姓 是人民 而受益最大的是 国家的统治阶层 是最高的统治者 国家有难的时候 他们利用老百姓上前线当炮灰 国家没有难的时候 老百姓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他们从老百姓身上炸血吃肉 让老百姓养活他们 最终还要灌输给老百姓 国家新王 国家新王匹夫有责的思想 强迫人接受 若不接受 还要给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 意思是 我统治你们 是给你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没有我统治 你们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你们就得听话 做顺民 时刻准备着 为国家的新王 奉献自己 牺牲自己 国家是谁 谁是国家的代名词 统治者就是国家的代名词 它灌输给人 国家新王匹夫有责这种思想 一方面 让人没有选择的 义无反顾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 尽自己的责任 另一方面告诉人 国家新王 统治者的去留 对人来说很重要 人一定要小心 再小心地维护好 这样 人的正常生存 就能有保障 事实是这么回事吗 很显然 不是这么回事 统治者不能顺服神 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不为老百姓办事 这就不会得人心 就不是好的统治者 如果统治者 不但不为老百姓办事 反而只为自己谋利益 骑在人民头上 作威作福 榨取人民的血汗 成了寄生虫 那这样的统治者 就是魔鬼撒旦了 他们再有权利 也不配得到人民的拥护 如果没有他们 国家存不存在 人民的生活存不存在 照样存在 或许会生活得更好 如果人把对国家 该尽的义务与责任 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实质看透了 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生活 对于国家中的大事 涉及政治的 涉及国家命运存亡的 这些问题 就应该有正确的观点了 当这些正确的观点 产生的时候 你对涉及国家兴亡的事 就有正确的选择了 在国家兴亡这件事情上 人应该明白的真理 你们是不是基本明白了 关于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这条德行的说法 交通了不少的话 国家的概念 国家这个名词 对人在这个社会上的影响 在国家兴亡这件事情上 人对国家 对民族该尽的责任是什么 该有怎样的选择 还有神在这件事情上 对人的要求是什么 这些是不是 也都交通清楚了 是 那今天就交通到这儿吧